Hello 大家好 見到街路就知道什麼事 不過 今次不買淘寶 又是媽媽在網上訂了一些東西 那我就借她的東西來拍片 那她就買了什麼呢 買了一個 蒸氣燙豆和一些衣服 那我先插了一個蒸氣燙豆 幫她檢查貨 叫到這個尺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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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蒸氣燙豆 OK 就是這樣 是一個棍子的蒸氣燙豆 就是這個插頭 那它就有 說明書 然後 還有一些配件 這個應該是個插頭來的 先插出來看看 剛剛下班回來 沒錯 這個就是萬能插頭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 接著有個瓶子 應該是裝一些水 然後倒進蒸氣燙豆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有一個插頭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猜錯應該會這樣 應該會這樣 應該會這樣 看看裡面 啊 它還送了兩個配件給我們 這個配件 對 這個配件 和這個配件 對 那 對 插頭 就完了 還有蒸氣 就完了 那就是時候要拆這件衣服了 那其中一件呢就是 它送給我的 這件衣服 但我不知道怎麼拆 應該是 在市場市場 市場市場 的 那其中一件衣服呢 就是我的 對 他買了兩件衣服 Yeah 那應該是這件是我的 紅色 紅當當 應該是冬天用的 因為裡面是 因為裡面是 沒有毛質地的 如果大家都看到的話 是冬天用的 那 什麼尺寸呢 大馬 那我就試 試馬給大家看 不過相信現在應該很熱 嗯 看來 就是 勉強適合身 因為 我最近肥了 哈哈 就是 所以這個 這個位置特別 大 應該 其實也是OK的 有點緊的 而已 另外 另外那件 就是 就是 就是他的應該 應該是 XL 那我這件不試了 因為 就是紅色的 叫我和我 就是 我要幫他檢查 對 嘩 這麼大件 在Facebook買的 對 對 那 應該都 其實都應該適合我 哈哈 那應該 這段影片應該到這裡為止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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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拜拜